今天交代了還沒完喔 對 還有 萱萱 對 我跟我老公 就是在交往結婚之前 我們就有討論過 我們要怎麼樣共同帳戶 就是為這個家用 所以我們就講好 兩個人都協調好 各拿出多少的薪水 來付這個家用 所以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對 帳戶 對金錢的方面 有沒有什麼商量的 財務分配 你們是什麼分配 因為他一直秉持就是 我的錢是他的錢 還是他的錢 所以 他完全沒有在管 就是怎麼分配的問題 所以他只會管我用錢 不是說我想買東西 他說不准買 因為你的錢是我的錢 你幹嘛花我的錢 他就覺得那不是我自己賺的錢 所以你們兩個收入 是會在一個共同戶頭嗎 目前都沒有 所以還是分開 家用怎麼分啊 家用怎麼分啊 因為我們還是分開住 我剛剛都分開呢 當求婚啊 你們九年都沒同居嗎 從來沒有 所以我一直也滿怕這件事情 我還沒同居過 還沒 真的要小心 工作業有沒有 那後續 後續 我們今天問題交代不完 真的 那馬桶事件都還沒經歷 真的 我相信我們可以度過的吧 可以啊 我們曾經也相信過 對啊 那結婚之後 你們帳戶還是會分開出去 還是會有一個帳戶 是這個家庭共同 對 沒有 其實還沒想 還沒討論 太快了 可能住一起 應該是這樣 住一起貴人 那避免吵架的話 應該是這樣最好 對 對啊 那你們兩位誰是那個 財務大臣 誰要來管理家裡的經濟大權 如果以後住一起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我管 對 因為我比較會看一些什麼 住在什麼東西可以便宜啊 買啊 家用要買什麼 應該都是我比較會看 他可能就是負責賺錢 可以讓他去處理 那律師想請問一下 也不能問他以後結婚 因為他沒想結婚 是耶 不一定啦 不一定 那結婚之後 你覺得如果就沒有特別說 是這個共同制 或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種分別制的話 未來如果大家不如何 要分開的話 這你會怎麼判定 對啊 如果沒有去約定 就是共同還是分別的話 對 在法律上面而言 就會直接變成法定財產制 那所謂的法定財產制的話 它就是說 以你們結婚登記的那天起 會分成婚前和婚後 對 那婚前的話 就不會納入我們之後的財產 太棒了 就從登記那一天 對 登記了 從登記開始 那這樣就有保護到 對 因為 這個法定財產制的精神 是在於說 雙方夫妻共同為了這個生活 為了婚姻的生活 去賺的錢 這樣賺的錢 才能分享給彼此雙方 所以如果你拿我之前 自己去賺的錢 來當作婚後的話 這個在法律上面 會比較不公平一點 對 除非你事前有先約定說 我們的錢就是大家的錢 那這樣的話 你所有的婚前 也會包含到 你婚後的財產裡面 你講的這個約定是有 具有法律效應 還是自己在家也在 那我們就這樣約定 要寫嗎 如果要去約定的話 那還滿麻煩的 你要跟法院做登記 他還會上報 上報 法院的公報 是上報的 市長說 問社會什麼事 對啊 對 他的程序還滿嚴謹的 他會有一個公開的效果 慎玲 你跟前夫是沒有講好 這種什麼共同制分別式 完全沒有 因為那時候就會覺得 就是我們好的時候都OK 所以我們沒有講說要任何錢 要就是家用怎麼分怎麼分 然後我們各自也沒有 共同的賬戶 我們是各自的錢 完全是分開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比較 那你們當時家用怎麼弄 就是都沒講好 就是覺得好像說就是 例如說家用小孩的開銷 覺得我可以付我就付 然後他想付就付 然後這樣覺得很OK 但是每一次只要一吵架 就會這件事就會納入 就會拿出來講 一個好題 對 所以就發現 真的一定要講好 而且是有了小孩之後 例如說小孩的什麼 學費 然後家用要誰出 補習費 對 然後可能你是付一些 家裡的雜誌 對 我覺得兩個人真的就算了 有了小孩真的 有小孩更複雜是真的 真的會變很複雜 我媽媽呢 有什麼 我今天這樣穿 你看是不是很像帳母娘 尤其那條金花呢 很像沒人 對 很像沒人 沒有 我覺得其實兩個人結婚 因為我這個年紀 我想到的比較複雜 可能包括爸爸媽媽萬一 年紀大 生病了 又要照顧小的這些等等的問題 像我是保險觀念很強的那種 我女兒出生二十天 我就已經投了一大堆保險 所以那時候我幫我女兒算 她三十歲她就財務自由了 然後可以再加買的時候我就加買 長照險一出來我就買長照險 等等 我就會考慮到說 怎麼樣讓未來她不要再去分擔到我 或者分擔到上一代的問題 我的問題就是 那你們彼此有沒有想到這麼多 就未來這邊怎麼規劃 沒有啦 沒有啦 從今天開始就可以想啊 對 真的 而且不要思考的 今天晚上難受了 我們真的太 太出錢了 唯一本來就是很沉重了耶 對啊 好 現在突然覺得壓力好大喔 就是歡迎來到成人的世界 真的是成人的世界 沒有討 因為我們之前只要討論到說 如果結婚的話 我覺得可以 兩個人把各自投資的東西 就是併在一起 因為畢竟已經結婚是夫妻 就不需要再分離我的這樣子 水乳交融啦 水乳交融 也不用講 對 你看看詹律師的臉 詹律師的臉 沒有是不是 詹律師剛剛 突然皺起眉頭 表情不妙 表情不妙 那我再考慮一下 詹律師怎麼了 也沒有說不好啦 好啦 應該是這樣子分析啦 就是說 我們不是朝著說一定會 賣多好這種方式 就是說 其實夫妻兩個財產 併在一起一定會有他的風險 沒錯 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就是危險 對 還有比如說 因為如果你們公司合併之後 你們的負責人要掛誰 那對外的章是要用誰的章 誰有權力 去代表這間公司 會不會越講越沉重 你們兩個是不是想叫車 對 沒有啊 那時候就是掛他 他對於負責人這東西 他比較無所謂 就掛你 牽扯到稅金啊 對啊 對耶 對耶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做啊 你好壞喔 對耶 全都無所謂掛他 所以公司合併要考慮一下 好 什麼結論 你真的見得也很大 對啊 黃黃 我想問 因為其實新婚嘛 兩人相處的問題 會遇到你的問題 可是其實都是小問題 你在小孩出生後呢 才會遇到更多的大問題 像我們就是小孩出生後呢 就是我顧小孩 那我老公去工作 那有一天他回家嘛 可能就是有一些小爭執 然後他就突然說一句 你整天在家顧小孩這麼輕鬆 你還在那邊說什麼什麼什麼 這一句話真的讓我一秒爆炸 對 地雷啊這一句話 真的 這不然你來顧啊 真的 我真的當下就落淚 所以小孩的部分 你們目前是有想要生小孩嗎 其實小孩這部分 我一直壓力很大 因為我們其實光是討論 如果小孩之後 要就是在哪裡受教育 這件事情都其實吵了很久 其實他 你在國外受教育嘛 對 對 我十三歲就 所以妳會希望小孩將來也是一樣 他那時候是說 如果懷孕就去美國吧 然後我就覺得我為什麼要 我在台灣好好的為什麼要去 對 但我是覺得 就是不管在哪 我覺得有好的家庭教育 我覺得是比學校教的東西來得重要 因為像我的教育也不高啊 對 但是我覺得我的心態是算好的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就是我們兩個給予小孩什麼樣教育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那妳第一台有想要男生的女生嗎 女生 一定要像我 不是 男生 男生 這個就才是主要 妳們都沒討論過這時候 沒有耶 不是喔 其實想要男的了 為什麼 有吧 我們也要講過了 你們很不熟耶 對啊 九年嗎 感覺像九天 你們很不熟 怎麼樣 他是一直不希望我生小孩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很想要生小孩的人 可是他之前就有說 他覺得不要 為什麼 他怕我變很醜 沒有 好難 不是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其實就是 現在的這個社會 不管是世界還是台灣 就是比較 稍微比較混亂一點 對 對 因為很多不管政治啊 就是真的 現在連還有疫情都來了 所以我就想 我們可能有辦法顧好我們自己 然後我爸媽有辦法顧好他們 對 不代表我的小孩可以顧好他自己 那我不想要擔心這個事情 也接下來 對 因為如果他們過得不好 然後就好像我害了他們 因為我把他們帶來這個世界 對啊 他想得滿深遠的 對 其實他想得滿深遠的 但沾律師一副 在旁邊看好些 對啊 真的 是不是感覺 他到底會跟誰 什麼意思 今天的配樂都是恐怖音樂